痛苦與覺醒 黃偉國 在新的一年 又快農曆新年 先祝各位讀者心想事成 心心看泰 我除了是時事評論員外 過去近二十年以來 更開始接觸新心靈的知識 為將一步了解和體會人世間的事 提供不一樣的角度 業力不會因為現在的統治者有多爛 多賤 多醜惡 而失效 欲望既可以是發展的動力 亦可以是罪惡和痛苦的根源 眼前和內心的痛苦 傷痛 恐懼 無力感 絕望 原來只是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 個人和集體在大時代必須經歷的關卡 不能超越關卡 就像人死後深懷怨念 而永不超新的狀況 沒有一種覺醒是不大著痛苦的 是心理學學家 容格 其中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 人如何透過痛苦的經驗來學習 無論是接受痛苦 直觀痛苦 從痛苦中認知自身的不足 軟弱 無能和恐懼 最後能夠克服 和超越痛苦 重新做人 明白人總是想遠離 逃避痛苦 甚至用盡一切的方法 來給自己在面對痛苦的時候 好過一些 包括美食 歡語 運動 閱讀 軟油等 如果偏向極端的方式 由自虐 扮演受害者 無理責怪他人 甚至結束自己的生命等 但是上述的方法 充其量只是舒緩 痛苦帶來的不適 或者暫時遠離痛苦帶來的壓力 沉重 或者不安 但是痛苦始終廢自不去 而極端的方式 結果介乎於傷害自己和別人之間 一些相信輪迴的人提出 即使人以結束生命來脫離痛苦 但是這場痛苦帶來的教訓 就不能消滅 這個所謂 萬般帶不走 唯有孽隨身 在一世再做人的時候 重複出現 即使能夠和痛苦中大切大悟 只能夠成功擺脫 不斷輪迴的命運 不單只是個人 民族的命運都是一樣 當民族經歷痛苦的時候 就是要考驗他們在世上 還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沒有覺醒的民族 更加沒有能力面對痛苦 最終成為一群等待死亡 或被消滅的低等生物 無論是透過天災 包括瘟疫 或人禍 應驗在這個民族身上 如果政權 只是由一個毫無覺醒的民族 所支配 結果 變成了地球的寄生蟲 甚至淪落為人體的癌細胞 更化身成為大瘟疫 害人害己之語 又不斷以謊言 藉口 假話 和恐嚇作為手段 透過不知廉恥的技量 浪費地球的資源 製造無數垃圾的語言 既消滅人類進步 更扭曲普世價值 結果成為過街老鼠 全球公敵 不論是個人或民族遭受的痛苦 可以視為上天給他的思念 能否從痛苦中再站起來戰鬥 還是不斷伸入 推位射責 助以待斃 民族的傷痛 可以成為重建國家的力量 由1941到45年第2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和西德 甚至是1948年以色列復獲 就是最佳的例子 最后 雙痛可以轉化為民族強大的力量 關鍵在於 1 記錄 保存和傳播民族雙痛的故事 2 以正面的態度 重新認知和思考雙痛 3 學習面對 接受 反思和直觀雙痛 4 思考雙痛背後帶來給民族的深刻教訓 5 轉化教訓為具體 可行 和持續性的行動 3 1 追 新聞